大法官會議 外表小民間兩邊都討好 實質上它是已經退職了 民進黨它是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當作小弟 整個憲法的制度都錯亂掉 沒什麼小樓有人的學生 自甘墮落當人家的走狗 司法院到底是什麼 我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說 不管是總統制內閣制 那我們知道總統制是制衡 立法行政制衡 內閣制是你行政必須要張有國會的多數 但是不管是什麼制度 包括雙首長制 司法應該是保持中立的裁隊 那我們在講說司法權它的部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說一般來講說我們立法在國會 行政就是在行政部門 司法就是說看到底有沒有 到底合不合法 但是大法官會議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它到底政府的權利是什麼 人民的權利是什麼 那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知道大法官會議它只能講說到底它是不是違憲 但是它不能告訴立法院說你應該要怎麼樣立法 你知道嗎 葉舉帶跑了 你知道它以為它現在是太上皇是不是啊 所以我們講說民進黨它是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當作小弟嘛 大法官會議是把它認為說立法院的太上皇嘛 這整個憲法的制度都錯亂掉 所以這是一些沒殺小樓勇人的學生 自甘墮落啊 當人家的走狗 你覺得今天如果這 這犯罪被害人是大法官自己的家人 你覺得他會這樣弄嗎 他不會啊 因為這犯罪被害人根本就不是他家人 他沒差沒感覺 他無所謂你知道嗎 他只是問到執行民黨直接一直以來這樣做而已 比較一下 最近這個大法官宣布死刑部分合憲 他也遭到很多保守派的這個反應 那會不會覺得這件事情對選情是有幫助的 我不會覺得跟選情有什麼直接關係 但我覺得如果大法官透過憲法法 連致意廢死的話 那是會傷害了全國人民的情感 而且也違反了我們立法跟我們司法 大家全力分立的一個基本原則 我認為這樣是不恰當 上禮拜五大法官針對死刑廢死與否 核心與否的問題 而讓全國國人持續引發討論 這代表說大家確實對於這樣的一個 解釋很難以接受 尤其是所謂的精神疾病 其實過去到現在我們也一直強調 精神疾病當然應該排除在外 但是能夠認定精神疾病 以及是不是有一些罪大罪大惡行者 他故意利用精神疾病來當作是 逃脫的脫罪的一個保護傘 這一點持續的令大家所質疑 也因此專業的認定一定是要非常合乎 標準 而相關的配套措施 如果大法官這樣子說明 但是卻又沒有考慮到現實的一個層面 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沒有做好的話 難免也會讓外界有所疑慮 而大法官現在是不是過半數就可以來做一個判決 或者是應該要有更高門檻 我想這也是可以討論的重點 尤其是大法官現在說死刑必須要所有法官都一致判定 這所謂形成一票否決制 而大法官的一個判定卻不需要 只需過半數就可以有達成某一種個共識 其實這樣的一個標準也是標準不一 也因此在這樣標準不一的情況下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更嚴謹的態度 我想我們國民黨團已經由委員來提出修法的一個方向 我們也希望能夠具體落實在 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的專業討論 民進黨團也不需要用這種杯葛的態度 來去看待這樣子一個修法提案 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理性層面 專業的討論 讓所有司法的議題都可以公平公開公正的討論之下 能夠尋求一個平衡點 大法官做出釋憲雖然說死刑是核限的 但是呢又加了好多的官官卡卡 例如在未來判死刑必須要所有合一庭的法官通通都要同意執行死刑 這樣的做法會使得一個重大的刑案 3加3加3加5根本要11個法官通通都要死刑 才能夠判死刑 這樣的八大官五大卡的這樣的方式 這是不是代表未來你要判死刑真的是難上加難 而大法官這樣的做法也不過不想背負所廢死的一個惡名 但是又讓所有的未來司法院去判死刑更為困難 變成一個所謂的實質死刑的一個說法 這樣的做法事實上還是對於所有受害家屬來講 沒有正義沒有公平 而且根本是在惡商我們司法作為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 大法官解釋那個死刑的那個事件 那台灣恐怕形同廢死 這個已經就是實質的廢除死刑了 那我們的大法官很厲害啊 他還會創設法律 然後把法官的自由新政審判也剝奪了 將來啊 你不管殺死三個人六個人九個人九十個人 你要判他死刑 就是要一審三個法官 二審三個法官 三審五個法官 所有法官只要一個人不同意判處死刑 就永遠不會有死刑 而且現在這37個已經死刑定驗的死刑犯 現在按照大法官的這個解釋的標準 他們37個幾乎沒有一個人應該判死刑 所以如果把這37個人再重新提起再審 重審 那恐怕一個都不會死 而且如果再審的話 依照我們投訴審判法 他積壓最多不能超過五年 那這些人都已經超過五年了 那恐怕就要立即釋放 那要放到哪裡 我建議就放到司法院 讓他們第一個先去向這些大法官道謝吧 那另外一個就是民進黨不敢廢食 那所以大法官這次在事先上面所講的事 就是在玩文字遊戲 這個就充分展現了民進黨的意志 民進黨一向就是這樣 不敢面對真正的民意 民意就是一自覺的反對台灣廢除死刑 新加坡也沒有廢食 美國也沒有廢食 日本韓國的死刑都沒有違憲 為什麼我們的台灣的死刑 他表面講你是核限 但基本上解釋出來的指引就是違憲 就是台灣已經實質的廢食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強烈的違背的民意 我希望賴總統應該要站出來講一些話 如果大法官還是這樣一意孤行 創造性的法律 你自己來解釋法律 也自己來解釋這個法律的應用跟行使 以及剝奪了法官的判決 那你就是立法院的太上皇 那就乾脆也順便 請大法官解釋一下憲法 你倒不如也把立法院也廢除了 另外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民進黨現在不敢被死嘛 那是不是賴清德是怕衝擊到南部的選行 其實這次賴總統已經下了很大力量 去扭轉了 那如果真的解釋是死刑違憲 我罵賴總統的民調最少要掉10%以上 所以這是他們不敢嘗試的 所以第一時間 他所謂的子弟兵 林委員就跳出來講說 哎呀這是符合民意 這個就是玩文字遊戲 然後做一個沒有違憲的解釋 但實質是台灣已經廢除死刑了 對口號 平時封鎖 為何用詐欺理 做一個…… 我們要到達成立的 好嗎 我們要去看